来一起看一看 甲乙两人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烦人的问题 甲乙两人分别从AB两D出发 OK一条大路 这是A这是B 说了在AB两D之间 匀速的折返行迹 什么意思 甲这人非常的有趣 从A到了B再回再到B再回再到B 累不累 但是好在他一路上都不算寂寞 有一个跟他智商一样发达的兄弟 叫乙 OK他们是大表哥和二表哥的关系 那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 还有小弟叫做阿拉丁 阿甲和阿拉乙之间来回来去的相遇 问你总共能相遇多少次呢 提商说了 当甲第三次到BD的时候 第三次到达BD 乙恰好第五次回到了BD 都是跟BD有关 但是发现甲乙速度不尽相同 甲第三次到这儿 乙已经是第五次回来了 单从语气上就可以判断 乙肯定速度更快一点 对不对 甲的速度比较慢 请问在甲乙两人行进的过程当中 一共相遇了多少次 哦 那这种题怎么处理呢 看来应该是两人多次相遇的问题 没关系 咱们只要熟练掌握 崔老师教你的一个表格就足够了 看一看 甲 乙 还有合 也就是他们俩总共合走了多远 OK 第一次甲走了多少呢 第一次甲走了多少 我肯定不知道 乙走多少我也肯定不知道 但是第一次他们俩肯定会相遇在图中 我能填出来的 既不是甲也不是乙 应该是合走了一个S 第二次呢 合走了几个S 当他们相遇在这个地方之后 继续往前 你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折返 假到了自己目的地 折返 俩人肯定还会再相遇 那想象一下 两人从这儿分开 再合起来 总共合走了几个全程呢 是不是又合走了两全程啊 所以在这儿 应该是一个全程再加俩 总共合走了三全程 那第三次呢 肯定毫无疑问 从下一次的相遇点 到下下次的相遇点 又合走了两全程 所以应该是五个S 规律应该就找到了吧 从此以后 每相遇一次 两人必定多合走了两个全程 所以一三五七九 一直往下 全是基础 但是数到什么时候 是个头呢 那咱们直接把终点 勾算一下就可以 终点说的是 假以最终 合起来总共走多少 假第三次倒闭 那咱们来挨个数数 假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OK 五个全程之后 假第三次来到了B点 对不对 那说明 到这的时候 假总共走了 五个S 你呢 你已经是第五次回到B点了 回到B点 这话很值得玩味 第一次回到B点 他走了肯定是 一个来回 俩全程 对不对 第二次回到B点 四个全程 第三次六个 第四次八个 第五次回到B点 你就已经走了 十个 全程了 OK 这么多全程 崩溃了 那说明 假以两人 在最终一次 合走的全程 应该是 15S OK 那同学们 即使硬数 你能数出来 他们相遇了几次吗 在基数次全程 合走基数个全程的时候 他们会相遇 那应该是 13 5 7 9 11 13 15 原来总共合走了 8次 搞定 听明白了吗 OK 所有这样的两人 多次相遇 全都可以用 这样的催事表格 直接解出来 当然 这题里面 甲乙都还没填 其实就已经顺利出来了 但是以后 咱们会遇到 多次相遇 尤其是 进入了 五升六的 那个暑假之后 多次相遇 跟甲乙 各种的路程 一定是有联系的 很简单 按照倍数 往下翻就可以了 套了它的三倍 所以第一次 如果夹走了十米 第二次一定走的是多少呢 三十米 OK 记住这个表格 以后还会派上大用场 当然 你可以叫它 催事儿催票 OK 第三题 某工厂 三个车间 总共一百八十 第二车间人数 是第一车间人数的 三倍 还有多一个 第三车间人数 是第一车间人数的 一半 还要少一个 发现 我几乎把大半道题 都画上横线 说明这道题 几乎没有废话 全都是有用的条件 问你仨车间 各有多少人 这可怎么办呢 提上真正给数量关系的 就是中间两句 这两句话 很耐人寻味 第一次比较了一下 二一车间 第二次比较一下 三一车间 那毫无疑问 这两次都上镜的那个人 应该是谁呢 谁是主角 肯定是第一车间的人数 对不对 咱们直接把它的人数 用一个字母来表示出来 这样其他所有的车间 都能用这个字母 三个花就表示出来了 一个字母能表示 撒车间的人数 这样的字母一定长得 特别漂亮 OK 那咱们第一车间的人数 假设成 X人 第二车间的人数呢 是它的三倍 还要多一人 很简单 3X加1 不就得了吗 第三车间的人数呢 比它的一半 还要少一人 也就是二分之X 减一 OK 发车间的人数 我立刻全都表示出来了 最终 体上告诉我说 三个车间 总共的人数 180个人 这个数量关系 你一定要用上 一用上它 此题顺利搞定 180等于X 加上3X加1 再加上一个二分之X 减一 对不对 那现在不是特别简单了吗 OK 把这边的加1 减一一划掉 合并起来 总共有几个X呢 车里加4 再加半个 等于4.5个X 4.5个X是180 X自然而然就写出来 等于40了 那人家问的是 三车间的人数 千万别忘了 带回原题 把三个数据都写出来 加第一车间40人 第二车间121人 第三个车间19人 40除央减一 不就是19吗 最后验算一下 他们仨加起来 正好180 说明没问题 这样的分数应用题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好解决 列分数方程 解决应用题 对于同学们的 涉猎解答来说 其实重点的环节 就是它的解 求解的问题上 一定不要让分数 干扰了你的思绪 要么把它变成 一类的数字 都变成分数 要么干脆都凑成整数 还记得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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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